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来阐述,教你如何选择好的SEO服务,让你更清楚谷歌优化怎么收费才是符合行情的。 一,谷歌优化的费用和成本。市面上有非常多的SEO公司提供谷歌优化服务,价格也是有高有低,可是技术却参差不齐。 有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黑帽SEO的方式去给客户做谷歌优化,所以价格也会收得很低,大概一个月收3000至5000元左右。 很多客户看到这种惊喜价会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就去买单。 殊不知,黑帽SEO会让你的网站陷入到极大的风险中,一旦被Google惩罚,那之前的投入都复之东流,就像国内做百度排名的公司一样,用黑帽去给客户做排名,由于成本不高,收费也是非常低,但用的也是作弊手法,或者会用快牌给客户做几千几万个没有人搜索的常关键词。 这种效果做出来,对客户的销售一点作用都没有。 如果想要健康的纯白帽SEO服务,一般谷歌优化的收费大约在每月8000至15000元之间。 根据关键字竞争度,客户网站情况和不同的服务内容会有所调整。 二,了解谷歌优化的服务内容。 在明确了谷歌优化服务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后,我们需要了解一下SEO公司提供谷歌优化服务的具体内容。 以一臣SEO为例,作为一家面向国内外贸企业的香港SEO公司,做的也是白帽SEO优化,主要提供以下谷歌优化服务。 一,海外目标市场分析。 在国外每个国家的风俗文化习惯都不同,既然做谷歌优化是为了做推广,所以也是需要进行海外目标市场分析的。 由于香港与国际接轨,我们接收国际上的讯息更为便利,并且对欧美和东南亚国家更是有所了解。 所以在清楚了客户的目标市场后,我们就可以做到最符合当地人的网络推广。 二,关键字研究。 关键字研究是谷歌优化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会在了解了客户行业在海外的市场情况后,结合Google的搜索大数据进行关键字研究,来判断关键字的竞争度、商业价值和Google搜索量。 然后建议客户哪些关键字最应该去做,以此得到最好的优化效益。 三,网站整站优化。 将网站去做整站优化主要是为了让站点的方方面面,都更符合Google搜索引擎规范,也是为了改进网站的浏览体验,进而去提升Google排名。 这里头的服务包括网站标题描述优化、网站链接结构优化、关键词布局等。 四,SEO文章撰写。 在进行了关键字研究后,我们会通过SEO内容营销策略,以外国人的口吻去撰写外语文章,抢下目标关键字排名,让品牌和产品曝光在有需求的国外客户面前,进行针对性营销。 五,流量数据分析。 最后,我们会通过Google分析工具来对网站的流量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谷歌优化工作的好处与不足,并且会在每月的报告里呈现,让客户更加直观地看到SEO成效。 三,明确谷歌优化带来的效益。 在最后为谷歌优化服务买单之前,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公司想通过谷歌优化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因为企业在每个阶段所需要做的市场工作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初创型的外贸企业来说,谷歌优化所带来的自然流量可以为一个刚刚卖出国门的新品牌在海外市场获得曝光,与客户建立一个最初的网络沟通渠道。 但如果要产生流量转化,可能还需要长期积累,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在行业中形成良好口碑。 如果是成长型的外贸企业,在经过了初创阶段后,已经通过谷歌优化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自然流量,那么可以尝试去做谷歌竞价,以SEO和SEM相配合,继续加大抢占市场的力度。 最后是发展稳定,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企业,此刻你已经获得了各个渠道带来的SEO流量。 但若是想成为行业翘楚的话,你就需要通过谷歌优化来让网站的行业词排名冲到Google首页,以此持续吸引整个行业的流量,并且长期维持排名在前列,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制造高门槛。 总结,关于谷歌优化怎么收费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探讨,而市场和SEO的行业特性也最终决定了谷歌优化,有不同的价格和收费方式。 而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所以,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CAT Video,采用AI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